首先非常感谢各位粉丝的支持 然后就是今天到的一些手机 我们准备亲自开箱检测 我们先把这个打开看一下是什么信号 这个是个小米8 小米8然后好像是没信号的 秀没信号的 但这个是可以开机的 然后没电了 没电了 秀没信号的 我们拿个盒子装器 好 我们已经系好了 这个是一难寄过来的小米8 然后王龙的 五信号的 我们准备开箱下一个 这个是一个昆明同城粉丝寄修的 我们看一下什么手机 好 这个是一个苹果6s plus 然后它这个是 这个是个小问题 打电话不会吸屏 这个肯定是光线感应的问题 那个盒子装起来 固装我们系好了 6s plus 王先生的打电话不会自动吸屏 准备拿走 准备开箱下一个 这个包裹打得这么烂 好 我们看一下这是什么手机 好 我们打开看一下 翻过来看一下 这个是一个红米诺头八坡的 这个是吸用哪里 屏幕坏了 屏幕坏了 一看就屏幕坏了 漏液了 然后画屏 好 我们拿盒子装起来 系好 好 已经系好了 红米诺头八坡有 换屏幕 好 准备看一下下一个 下一个是双方机坏的 这个包裹太厚了 我们看一下这盒子 这盒子是 华为nova7坡有 5G版的 好 打开以后我们看到 好 我们看到这个后盖也没了 后盖也摔没了 前面面目前飞了 然后它这个是起面屏的 起面屏的 我们打开看一下 这是咋摔的呀 好 我们拿个盒子装起来了 包装好了 然后湖南的 湖南机球的 nova7坡有 然后马斯堡的 这个是个重摔机 所以都比较惨 我们一部分检测维修 好 我们一个一个全部拿盒子装起来 这样就不会弄乱了 你们寄过来的手机我都会给你们 包含一颗螺丝 我都会弄乱掉 这个就是 修手机要细心 要不然螺丝都弄没了 好 非常感谢各位的支持 然后我们 我会进口维修的 这手机修好了 然后给你们 测试好 然后发火 双击加关注有些修手机的主机要为